警惕金黄色葡萄球菌 引起的食物中毒 买不来的肉 直接放到这个冷冻层里面 没多久咱就吃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还真是没那么简单 尤其像你这种爱吃肉的 真得注意这一点 它是被金黄色葡萄球菌所感染 那么金黄色葡萄球菌 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一个病菌 如果病情被耽误的话 它确实是一个致命的病菌 总是反省伤心 看看专家怎么说 第一个要看有没有胃炎或者胃溃疡 因为如果我们的胃有炎症 这时候吃了食物 可能对它产生一个刺激 第二个一定要注意 你这食物成分有没有问题 小红果酸溜溜做成糕点甜悠悠 大家可能马上口水就冒出来了 那就是山楂糕 要想做好这个酸甜可口的山楂糕 那肯定是有诀窍的 不过大家伙咱别着急 小白今天马上给大家安排上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本期健康朋友圈 养生路上不彷徨 朋友圈里找秘方 大家好 我是您健康路上的好朋友白杨 接下来让掌声欢迎爱提问 爱健康的陪志员小鱼登场 小鱼在身旁 养生帮您忙 小鱼啊 作为一个天生吃货 你平时爱吃肉吗 那我可真是妥妥的肉食主义者呀 我在家里什么卤肉啊 香肠啊 冰箱里还囤着各种的五花肉啊 鲤脊肉啊 排骨肘子啊 那是满满当当 行行行 你可别再说下去了 我看你这自己说的 这口水倒流出来了 说到这儿 我得考考你 你说 在这个囤货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这个上面有储存条件啊 还有这个保质期 你观察了吗 保质期我肯定会看啊 但是储存条件 一般都是买回来的肉 直接放到这个冷冻层里面 没多久咱就吃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呀 我跟你说小鱼 还真是没那么简单 尤其呢像你这种爱吃肉的 真得注意这一点 这样小鱼 我先带你啊 看一则新闻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日前 浙江医女士因出现发热 恶心呕吐的症状 而被送往医院 但不幸的是 虽然医生努力抢救 但入院后不到一个小时 她就不幸逝世 而据女士的老公回忆 当天中午 她吃了很多冰棍和香肠 那香肠一直放在盒子里 密封着的 一根冰棍加一根香肠 真的能致命 究竟是什么样的细节 会如此杀伤力呢 陈黑毅 国家一级营养师 药剂师 最后从尸检的这个结果上面来看 它是被金黄色葡萄球菌所感染 那么金黄色葡萄球菌 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一个病菌 如果病情被耽误的话 它确实是一个致命的病菌 您知道吗 金黄色葡萄球菌 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病原菌 隶属于葡萄球菌属 可引起局部化农感染 也可引起肺炎 伪魔性肠炎 心包炎等 甚至败血症 浓毒症等全身感染 医生在这位女士的血液里 培养到了金黄色葡萄球菌 但是由金黄色葡萄球菌 引起了食物中毒 元凶很可能是火腿肠 那么为什么我们经常吃的火腿肠里 会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呢 什么样的食物 还会有这样潜在的风险呢 金黄色葡萄球菌呢 主要是在一些肉食品里面 比如说像一些速冻的这些肉食品啊 还有呢 就比如说像一些酱卤肉的这个里面 那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呢 它是比较喜欢这些高蛋白质的这些食品的 那么我们在实验室 来做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的时候呢 也是用肉汤作为机制 你在购买熟食或者速冻食品的时候 会注意它们的储存条件和保质期吗 那当超市里面的这个冷藏条件啊 或者在运输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会出现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呢 比如说像一些冷冻的速冻的一些肉食品 还有一些比如说带肉馅的饺子 还有带肉馅的馅饼啊这些东西 那么像这些食品呢 还有包括一些在零数窗口所卖的 这些酱卤肉制品 陈老师告诉我们 常吃的还有肉馅的速冻饺子 各种熟食以及豆制品 如果在运输过程中 没有保持很好的冷链条件 或者超过了保持期 都有可能出现金黄色葡萄球菌 那么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 会有那些典型的症状呢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会呕吐腐泻 如果在我们在这个腐泻高发的这个季节 发现自己是腐泻了 那么或者说是发烧了 那么这实际上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已经开始运动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先到医院去看 我是哪一种病毒 或者哪一种病菌被感染 针对我们的所感染的病毒 或者病菌进行有针对性的病因治疗 接下来呢就到了咱们圈友的 答疑解惑的时间了 怎么样小鱼 最近都有哪些圈友 向我们发来了求助呢 还是请你赶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来自锦州的小迪啊 近日向我们打来电话 说自己啊总是感觉到反酸 烧心啊 怎么也得不到缓解 那么想问问专家 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对于这位圈友的问题 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 我们今天我们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的林连杰教授 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是怎么回复的 这位圈友你好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沈北院区消化科林连杰教授 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临床中经常常见的 吃完饭之后胃痛胃胀 什么情况呢 第一个要看有没有胃炎或者胃溃疡 因为呢 如果我们的胃有炎症 这时候吃了食物 可能对它产生一个刺激 第二个呢 一定要注意你这食物成分有没有问题 凉的 辣的 刺激性食物 包括酒精等等这些 对我们的胃本身就是一种损伤 会产生疼痛的症状 第三种呢 要区别 是不是一定是胃的位置 因为虽然是这个位置除了位置外 还肠道 横截肠在这走 肠道有问题 可以表现为这个地方疼 另外呢 胆囊如果有问题 胆结式排泄的路程中 这个地方也可以表现在这个位置的疼痛 另外一线也在这个一个条状的 如果一线炎发作 也可以这个部位的疼痛 所以呢 我们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 来自营口的吴先生啊 近日向我们打电话来咨询 说自己近期总是感觉走路不舒服 这个走路时间长呢 就会感觉脚疼 原本呢穿着舒适的鞋子 也会变得脊脚了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想问问蔡震存医生 自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走路之后啊脚疼 有这样几方面原因 第一方面呢 有可能是折剑膜炎 这对于这个大多数年轻人而言呢 是最常见的 剑膜发生了炎症 第二呢 有可能是足根部长了骨刺 那么在行走的过程中呢 骨刺与软组织相互的刺激摩擦 引起疼痛 那么这位先生还感觉这个鞋变小了 走路的时候舒服脚变大了 我们要防止什么呢 足弓塌陷 有的时候一旦足弓塌陷了 那么脚就会感觉和鞋之间变紧 所以这种可能性都有 我还是建议这位先生呢 到正规医院查一下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老师的详细解答 有问题别着急 电热机前的圈友们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024-2318-6065 向我们进行咨询 我们就是您身边的医生朋友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联合研读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 任务继续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中医传承 将心幽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胃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腹 一人一方 辨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现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朋友圈节目 电视机前的圈友们 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024-2318-6065 项目进行咨询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帮您解答 那接下来咱说这个小物件吧 小玉我跟你说 你肯定知道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小白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 什么小物件啊 这样我先跟你说说你知道的 小玉 平时这个什么小粘钩啊 小夹子 我跟你说 它们的用处你应该非常的了解 对吧 不就是一个夹东西的吗 一个是挂东西的 你说的这些啊 那都是它们最基础的用法 咱可别小瞧这些小夹子小粘钩 它们呀还有很多隐藏的方法和作用 能够帮到我们身边很多忙 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简单和便捷 那还等啥呀小白 赶快看看都有啥谬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我们对它们认识的太表面了 今天就发掘出 它们那些你不知道的功能 谁先来呢 哦 就它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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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轮到粘钩了 这些小东西又能发掘出什么样深藏的技能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又到了大家伙最喜欢的养生厨房的板块了 今天小白要给大家推荐一道 那是酸甜可口的美食 这种东西通常咱们要吃的话 那都得去商场里买 但是今天就不同了 没错 那说到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马上口水就冒出来了 那就是山楂糕 那么在家就能做出这个酸酸甜甜的山楂糕 有什么秘诀呢 小雨 我跟你说啊 要想做好这个酸甜可口的山楂糕 那肯定是有诀窍的啊 不过大家伙咱别着急 小白今天马上给大家安排上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养生美食 就是您面前的这盘颜色诱人 口感绝佳的山楂糕了 是什么窍门让果盒轻松去除 又是什么妙招使营养翻倍增长 别着急 谜底马上揭晓 赶紧去看看吧 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自制山楂糕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 在外面买山楂糕里面或多或少的 都会使用一些定价剂 我们自制山楂糕呢 优点都是无添加 而且呢价格便宜 味道也十分的鲜美 小小山楂糕 颜色鲜艳 味道好 这样一盘开胃消食的小零食端上桌 绝对会成为您全家的最爱 可就像樊老师说的那样 您要想吃到绝对临添加 健康安全的山楂糕 自己在家制作 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您别看着山楂糕的做法简单 里面的诀窍还真不少 您也赶紧睁大眼睛 好好学学吧 今天我们做山楂糕 主要的原料就是山楂 我们在听见山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看山楂是否饱满 颜色是否是一个我们比较鲜红的 而且它上面没有太多的斑点 和一些溃烂 这样的话 山楂的品质是比较好的 做出来的山楂糕 无论是味道而是颜色 都是实在好看的 除此之外 怎样才能最大程度 保留山楂的营养呢 别着急 樊老师自有诀窍 咱接着往下听 我们做山楂糕 如何做到各媒营养呢 我们在制作工序上 有一个窍门 同时呢 很多朋友觉得 山楂中的山楂糊很难去除 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小方法 来去除山楂糊 接下来我们马上 进入山楂糕的制作环节 第一步 我们先来去除山楂的果核 首先呢 叫大家来做一个快速去除山楂糊的方法 首先呢 咱们把山楂的两头去一下 然后在山楂 重点是在山楂中间这块锅 咱们用刀切一下 因为里边有山楂糊 这个山楂不容易切断 所以咱们切的时候 转一圈 然后咱们两只手 向相反的方向转凝 这样很容易就打开了 我们先在山楂的头部和尾部 各切两刀 然后在山楂的中间部分 划上一圈 不过您可千万别切断 最后我们用两只手 将山楂轻轻一拧 果核就都漏在外面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下面呢 我们进行一个熬制 刚才你说到了 这个山楂糕制作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顺序 就是我们要先要 把这个山楂整个的熬制 这样的方法可以起到 很好的对山楂中的营养成分 进行保护的作用 很多朋友喜欢把山楂 提前进行一个加工 比如说把它打碎之后再熬 这样的话可能 虽然是在您操作之中 可能相对感觉上 比较简便 但是它营养素 损失的过于多了 哦 原来要想最大程度地 保留山楂中的营养 制作顺序可是关键 以往我们先将山楂打碎 在熬制的方法绝对不可取 所以第二步我们来熬山楂 水量一定不要太多 稍稍可以没过山楂就可以了 等到水烧开后 我们再倒入处理好的山楂 进行熬制 我们今天介绍这个自制山楂的主要方法 其中它是零添加 没有任何添加剂 本身山楂中含有很丰富的果胶 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 对有害物质性能包裹的作用 同时呢 它两种缺之后 起到一个很好的自然凝固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做山楂 一点都不用添加剂 刚才说到了 我们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有效地保证 很多山楂的营养保留下来 山楂里面有很多营养 它有什么营养呢 主要是我们说到VC 其中除了VC以外 它山楂还有 本身吃山楂的时候 味道是比较酸的 它有很丰富的果酸 这样的话 我们吃山楂的时候 可以有效地 使我们的胃液充分地分泌 促进我们对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同时我们多吃山楂的话 而且对我们的心脑血管 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并且可以起来一个 转化血管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吃这些山楂 是非常有好处的 您听听 多吃山楂对咱身体的益处 还真不少 不过在熬制的过程中 您还得不停地搅拌 以免活锅 我们买的山楂成熟度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在熬制的时候 时间只能用 30到5分钟左右 时间就可以了 同时我们可以拿勺子 稍微的 来 你能感觉到 这山楂很轻易能破碎了 说明它已经熬制的 比较成熟了 正时候我们加入糖 根据咱们的个人喜好来说 加糖的多于少 其实更多建议大家 咱们糖呢 要加适量 只要能把山楂这个酸味 层很好中多就可以了 我们加两勺糖就可以了 这样不要加太多 加入白糖后 我们再熬制一会儿 使糖分充分融化 熬好的山楂酱 除了可以做山楂糕 您还可以让它 在您的早餐里 发挥重要作用 用它来代替您 从外面买来的果酱 抹在面包上食用 既天然健康 又美味营养 我们打好的这个山楂酱 已经冷却好了 我们现在将我们打碎机里 被打碎 第三步 我们将冷却的山楂酱 倒入打碎机里 将其搅碎 然后准备一个容器 将搅碎的山楂酱盛出 不过在盛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在容器中 抹上一层油 我们把这个油均匀地 涂在这个盒里边 目的是 使我们山楂的冷却之后 不容易沾盒 然后我们将山楂泥 倒入保鲜盒 边倒边用勺子进行平压 最后我们将盒子密封好 放入冰箱中冷却 两个小时后 我们的美味山楂糕 就做好了 是不是简单又快捷呢 您也赶紧试试吧 小红果酸溜溜 做成糕点甜悠悠 老人小孩要多食 强身健体 乐呵呵 还等什么呢 赶快回家安排起来 最软和的硬菜 牙口不好都能嚼得 金头八脑才来了 哇 好大的肉啊 这金头八脑炖完了之后 这大块的肉 软糯Q弹 不管是配米饭 还是下面条 还是把它当下韭菜 这个呀都特别的适合 嗨 哥们来测评 这个呀还真行 针对当前安全生产领域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服务院安委会制定出台了 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打事故的15条措施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措施突出了五个特点 突出责任落实 突出督查检查 突出治理违法违规行为 突出源头治理 突出严格执法 落实15条措施 护航安全生产 你看既简单还方便 今天下了节目之后 我也赶紧回家想要去试一试 那大家呢不妨也跟着我们俩 一起来试一试吧 那么关于养生方面的问题 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呢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向我们进行咨询 同时大家呢 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了解更多的健康朋友